因应疫情发展,并平衡了经济需要和社会接受程度 由今天起,会稍微放宽豁免群组聚集的范围 此陪旅行社可以举办不多个30人的本地游旅行团 但要承诺严格执行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包括要求团友在用餐时间外,全程戴口罩 旅游巴人数的上限为座位的一半等 在不供应饮食的情况下 分离的参加人数上限由20人增至50人 而股东或团体会议的人数限制 亦由现时每间房间的20人增至50人 至于其他社交距离措施 除了最新容许在泳池进行多个四人的对制运动外 其余措施会由今天起继续维持7日 在抗疫新常态下,大家要继续紧守所有防疫措施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